六道里头 人世间的寿命最短 寿命长的一百岁 一百岁的人毕竟是少数 不多见呢 可是你要是多三我道了 那个时间就长了 多的出生道 经典里面记载 释迦牟尼佛讲的一些小故事 我们举一个 这个常常学经教的人都知道 蚂蚁 奇数借古多元 当年有功臣的时候 大概就是盖 那时候盖房子都很简单 疗房 精神离开疗房 释迦牟尼佛就看到一窝蚂蚁 就笑起来了 旁边同学呢 看到世尊 你走看蚂蚁笑起来 就问佛 为什么笑他 为什么笑他 佛说 你看这一窝蚂蚁 七尊佛出世了 他还没有离开蚂蚁身 我们不说别的吧 一尊佛就讲是三个二身七戒吧 那三七二十七个二身七戒 他还没有脱离蚂蚁身 是不是蚂蚁寿命那么长呢 不是的 他愚痴啊 他不知道换身体 他死了之后叫它是蚂蚁 他还在这个窝里 它就做蚂蚁 生生世世就在这个窝里 转世为蚂蚁 就愚痴到这种程度 不容易脱离 越是小动物 越难脱离身 那些大的动物 像牛羊 猪狗 这些容易脱离 那些小动物 很难脱离 为什么 他非常知足 那鬼的寿命 这一般讲 卧鬼道里头 一天人间一个月 所以人间出一时五 去祭鬼神 那就是早餐午餐 就是 就是这个情形 那寿命至少 短命的也一千岁 一天是人间一个月 而也是一年 一个月三十天 一年三百六十天 十二个月 一千岁 那人间多少年 不容易 那地狱就更不必说了 地狱里头最短的寿命 我们到后面会讲到 最短的人间三千五百天 他们是一天 我们中国号称五千年的历史 在那个地狱里就不到两天 寿命短的也是万岁 长的是万万岁 你麻烦不麻烦 所以佛讲得很详细 很清楚 不是妄语 不是下无人 事实真相如此 你了解之后 那个地方去不得 天上 天上诸位晓得 四王天 四王天的一天 是人间五十年 十五百岁 涛了一天 加一倍 涛了一天 一天 是人间一百年 寿命是一千岁 就是人间短 这么短短的时间 后面要造罪业 造罪业 你多善我道 造善业的时候 大概多半都是生欲皆天 为什么 你的烦恼稀奇没断 七情无欲没断 肯定是欲皆天 欲皆天不错 佛报比人间是大 可是也是想得尽 佛想尽了之后 你怎么办 你阿赖耶诗里面 所藏的那个 卧业种子 会起先行 那个种子起先行 就到悟道去了 所以天台大师讲 人天报尽 这将来世报尽 还堕于山土 这不是好事情 这是我们现在 在人天 不能不救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得人生 闻佛法了 你为什么不在这一生当中 去做佛去 你搞生死轮回 干什么 特别是 你遇到这个法门 这一部经 是凡夫一生成福的保证书 你没有得到了 那情有可运 你没福分 你这一生没遇到 遇到的人 是有大佛报的人 大姻缘的人 你还能干坏事吗 你干坏事 你能对得起佛陀吗 免尊佛来 阿弥陀佛 发愿 这个成就大家了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 恳切地介绍 对不起佛陀 对不起祖师大德 对不起你自己父母祖宗 对不起你自己 你怎么能干坏事 什么是坏事 明文立阳 五语六成都是坏事 只要过分了 就不少死去 古人养生 对于这些事情 明文立阳 五语六成 是适可而止 不能增长贪心 贪心是恶鬼道 成会是地狱道 在这一生当中 闻到佛法之后 就要痛下决心 要断贪嗔痴 吃满意 用什么方法断呢 最好的方法 清净善知识 听闻经教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为我们讲经 四十九年 用意 就是在这里 论言会上 文殊菩萨 拯学 更新 说得很清楚 磁方真教体 清净在英文 苏佛世界众生 六根 二根 最利益 所以听经 最容易血腥 现在这个高科技 好啊 我们应该好好利用它 有这个方便太多了 古人教导我们的 夜门深入 常识熏修 你到哪里去 找一个善知识 每天给你讲经 讲十遍 不可能的 古今中 我也找不到啊 今天用光碟就行了 我一篇光碟 一天听十遍 这善知识就 我讲十遍了 每一天 一个光碟 一个光碟的容量 是一个小时 你听十遍 天天换一片 天天听十遍 这种修学的方法 我们估计三年 他就得三昧了 听无量寿经 念佛三昧 那天上个七八年 开悟了 你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成就了 凡夫一身成佛 除这个法门之外 那要断烦恼 那个难了 真难 不是假难 这个是什么 我们听经 念佛 把烦恼扶住了 不让烦恼有机会 起作用 我每天听十个小时经 这十个小时 不会起烦恼 那听完经之后 再去念 十个小时的佛号 那又不会起烦恼 那剩下几个小时 你就好好休息了 你累了 好办法了 佛菩萨有智慧 为我们做这个设计 我们只要一教奉行 肯定有效 凡夫在一切种性里面 是最低的 也是最可怜的 但是 有机缘能成佛 第二呢 二臣之善 声闻云求 能力三界之苦 顾名善 然 大能自度 不能度他 孤以为我 这是将阿罗汉 与 辟知福 这年中人 都属于小时 阿罗汉的根 差一点 辟知福 比他聪明 阿罗汉 能断 能断近似烦恼 不能断习气 属于阿罗汉 阿罗汉 欲界天以下 人 畜生 恶鬼 地狱 都是欲界 上去呢 色界 无色界 这个是六道 这个是六道 那我们就晓得 三界就是六道轮回 阿罗汉 辟知福 能力 六道轮回 他能脱离啊 见识烦恼断了 见识烦恼 频率也很复杂 佛教初学 把他归纳 为五大类 见惑 见识见解 或是迷惑 换一句话说 就是你对人 对私 对我看错了 就这个意思 你看错了 思思思想 你对于一切万法 你想错了 思乎的五大类 头一个是身见 你不知道 身不是自己 你以为身是自己 错了 身不是自己 身不生活 身是什么呢 我所有的 就像衣服一样 衣服不是我 衣服是我所有的 我所有的 跟我不一样 把我所有的 认为是我 错了 大错特错了 你看 众生造业 几乎 百分之九十 都是温和 愿不愿望 都不是我 第二一类是边界 边界 用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对立 有人有我 有是有非 有真 有望 有邪 有正 对立 凡是对立的 都叫边界 念边 这个观念 错误 为什么错误 我们大乘经历 学了几十年了 虽然没有正德了 听多了 听得二熟了 并伐界 虚空界 跟我是一体 你看 它本来是一体 你为什么把它 分成两边 搞对立 对立是什么 对立是 所有一切烦恼的根源 因为有对立 才有矛盾 有矛盾 才有冲突 所以在前几年 我参加联合国的 和平活动 和平会议 那这个会议的主题 就是消灭冲突 促进社会安定 世界和平 这议题好啊 联合国从70年代开启 开了三十多年 世界越开越乱 它为什么原因 它根本不能消除 根本对立 那这个问题 怎么能解决呢 所以找到我 我们当然做报告 就是要从对立 就是要从对立 化解 别人跟我对立 我不跟他对立 问题就化解了 那我们做了很多次报告 把中国古生献献献 几千年来的长治九安 跟他们讲解 他们听了欢喜 最后告诉 这是理想 做不到 那做不到 问题就不能解决 问题 研变会越来越复杂 研变到最后 世界末日 也许我们还都能看得到 可是我们怎么应付这些灾变 舍服 遵守佛陀的教会 虽有灾变 我们可以免除 一定要遵守 断悟休闲 一经造作的罪业 你要找到回头 回头生 不能再继续造了 再继续造 灾难就有你的名字 灾难当中 上天受人 他先有名单 你的名字在里头 你就逃不掉 你要是回头 断悟休闲 那名字就除掉了 这些我们不能不知道 似乎 这错误的思想 贪嗔痴慢疑 全是错误的 自信里头没有 找不到贪嗔痴慢疑 贪嗔痴慢疑 是错误的思想 记住 错误的思想 那就是造三窝业 三窝道的业 前面讲人天善 修善 人天年道 去消你的福报 你修那么多福报 你造那么多罪业 堕落三窝 是消你的罪报 所以六道 是消业的 可是制造业 因的这些 都在人道 其他的道 都是在收口报 造卧阴少 也有 没有人道 这么严重 所以人的寿命 虽然短 它是六道的 一个枢纽 六道里是 怎么样交换 怎么样轮回 这是个枢纽 不能 不知道 我们要是遇不到佛法 对这个事情 就不知道 迷惑 造业 受报 你说多可怜 遇到佛法 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了 搞明白了 赶快回头 弃我扬善 那你是聪明 我们不再搞这个了 灾难来了 很多人担心 瘟疫来了 非常严重的瘟疫 站上了三四个小时 就完了 求医都来不及了 有没有方法应对呢 有 大臣经教里头 佛长讲 一切发从心 响声 这是最高的指导原则 科学 还没有达到这个层次 这个病毒 细菌 是怎么回事 从哪里来的 从贪嗔吃慢疑里头 变出来的 如果贪嗔吃慢疑 要是断掉了 这细菌就没有了 它有贪嗔吃慢疑 它带这个细菌 你没有贪嗔吃慢疑 这个细菌在你身上 都不起所用 为什么呢 你没有贪嗔吃慢疑 它跟你不相应 这就是我们讲 你有免疫力 那它不起作用吗 它是贪嗔吃慢疑 你也心里有贪嗔吃慢疑 这一拍就活了 就这么回事 连科学家都告诉我们 应付2012的灾难 教给我们 断悟修身 跟佛讲的一样 叫我们盖邪归正 断正心念 你看 跟佛话讲的完全一样 他们从科学上研究起来 研究出来 我们要把不好的这些毛病习气 统统给它除掉 问题自然化解了 还用到这什么医药吗 不需要了 没有这个本事 当然断贪嗔吃慢疑 不是普通人了 至少也是阿罗汉以上 因为贪嗔吃慢疑是死活 阿罗汉断掉了 我们没有断 把它降低 把它减轻 对财神明示税 适可而止 这就是保护自己 很多同学知道 我下午不吃东西了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我不识吃午 也不识吃节 因为我听是有粮食危机 我就先做准备了 我就少吃一餐了 粮食危机一爆发 我一天吃一餐就够了 有方法对应嘛 养成一个习惯嘛 我一天一点点就够了 我们了解死是真相 能量 饮食是能量的补充 你不能没有 可是你要晓得 能量消耗到哪里去了 我在初学佛的时候跟李老师 多年 曾经有一次 跟他老人家讨论这个问题 我提出来 求他印证 那个时候 因为老师一天吃一餐 我也学他 学到第八个月 我才告诉他 我一天吃一餐 曾经吃过五年 有一段时间 我有经验 我想老师报告 能量的消耗 应该百分之九十五 消耗在妄想上 劳心劳力 消耗能量很有限 老师赞同我的话 他说确实是这样的 所以一般人妄想太多 他要不吃那么多的时候 他能量补充不够 像耗油的车 我们是省油的灯 这不一样 我们没有什么妄念 天天齐心都念是阿弥陀佛 其他念头都没有 你看修佛几十年了 修佛六十年了 至少我五十年 没看电视了 那时候还是黑白电视 我都不看了 没有听广播 也没有看报纸 也没有看杂志 天下四人问我每天 天下太平啊 没四啊 也就是说 这里有这四 那有那四 我说我没听说 知识多识 烦恼多 不知道不就没事吗 心底很清净 一天到晚 阿弥陀佛 每天的时候 读读佛经 跟佛菩萨做朋友 知道的信息 全是佛菩萨的信息 世间拉萨的信息 我都不知道 你们可以发信息 我不接受啊 我有权可以不接受啊 佛菩萨发的这个信息 我天天都接受啊 所以 梦念少了 消耗能量就少了 一点点就够用了 这个是再应付粮食危机 那我们这个方法比什么都没有 不需要跟人家争 我们处处让 你想多自在 所以我们预心都就准备 确确实实 只要有一点水 一个星期不吃饭 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心是定的 什么灾难呢 不在乎 不在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